来看一对中年夫妻下班后 是如何听到快乐的 希望见凡人 哎呦 没辣子 想吃什么你 吃牛肉 想吃牛肉了 走 买牛肉去 多少钱你了 五十多 给我弄到十多块钱了你给我 行行行行 切啥 切啥 切这包裹的一碗 行 我弄到那三块弄 弄到两个 这个四把 行 好的 总共五十把 五十把 五十把 什么 扫兵 扫兵 埋下 吃掉漏扫兵 还得等会 回家喽 舔冷了 这个是腊肠 这个是牛肉 累了一天了 喝点这节饭 来 喝下 来 喝下 腊肠毛 你蘸刚刚这个三分头 挺好吃 过来扫兵 我们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活法 吃什么并不重要 两口子开心才是关键 要碗呢 好 到我端酒杯的时候 才明白什么时候 来 啊 家庭熟食 虽然有一大堆 但是呢 没有学会放手 学会尖压 喝了肉可点呗 只要不耽误干活 吃点就吃点呗 现在什么事都好了 去能去啊 喝去 啊 哎呀 这口浪汤真好吃 感冷了 再加来吃个饭 就是温暖 点点点 烧喝就多点点 哈哈哈哈 我喜欢喝的啤酒喝得了 感觉像喝点 哈哈哈哈 人道总念 你们告诉我什么是快乐 今天晚上 那吃上热乎乎的炖悲餐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快乐 对于我们总念夫妻 已经经历了七年之要 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我们还能一如既往的生活 这就是快乐 去那去吧 快去 越多能非手想点人越好吃 掌一掌这个 每天能吃上自己喜欢吃的 喝上自己喜欢喝的 这就熏了 开完这个炒饼出去溜一下 人道总念 如果不疯狂 喝是最疯狂 野子裸了回家